今天我的講題包含兩個主題 一個是要談人類的糧食保障 那英文叫做Food Security 那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菁英改造的作物 GMO 我們會從糧食保障先加以介紹 然後再討論GMO的 說明GMO相關的議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入糧食保障的這樣子的議題 糧食對人類的生存 其實是非常直接的一個問題 很早在歷史上就有許多的專家提出來 到底地球上的生產是不是足夠養活所有的人類 因為人類是幾何級數的增加 但是生產就不見得是能夠趕上這樣子的速度 那到了21世紀呢 其實根據國際的機構提出來 我們的糧食問題是所謂的double burden 叫做雙重的負擔 因為不管是開發中或者是未開發的國家 我們都會有營養不良跟肥胖的問題並存 在整個世界上呢 我們的飲食會有糧食供應不足 但是另外一方面會有糧食過剩 熱量過剩的肥胖的問題 那這就是double burden 那怎麼樣子的去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一直都是世界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責任 那糧食到底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生存裡面代表一個什麼樣子的地位呢 其實在聯合國成立之後 所發佈的非常有名的人權宣言 那是在1948年就發佈的 那麼這個宣言裡面有很多款 其中的第25款基本上就很清楚的說明 人人都要享有維持本人以及家庭的健康和福利 所需要的生活水準 其中第一項就是民以食為天 食 那其他的項目就包括醫療照護 還有其他的公共服務 不管是這個人的身分 經濟 狀況如何 都應該能夠得到保障 那這個人權呢 實際上在國際上是非常受到重視的 那麼1992年羅馬的會議裡面 就提出了有關世界營養的宣言 那這個宣言聲明每個人都有獲得 營養以及安全食物的權利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的重視呢 是因為維持人類的生存 不只是吃得飽而已 而且是必須要有營養的食物 因為營養是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 那也是我們進步的目標 所以營養的健全發展 其實是社會經濟發展跟策略的中心 不像很多人想的 我們的進步只是要有經濟的進步 只是要有政治權利的進步 其實每個人共同享有的 基本上是我們的飲食 營養跟健康 那常常很多時候有宣言 有一個聲明 可是有沒有真的去做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在這個會議裡面 他們有訂定所謂的全球行動計畫的目標 那目標放在哪裡呢 事實上是一個永續經營的觀念 要確保所有的人都能夠有持續的 安全的營養的食物的供應 然後維持全人類的健康 所以長期的供應 安全的食物 營養的食物是長期以來大家的理想 大家的目標 那在行動方面呢 他就列出來了九個行動主題 那首要的第一項其實是要將營養議題 納入政策及計畫的發展 國家要把營養當作是一件貫穿全民的議題 而不是只是個別部門的議題而已 那整體來講有這樣子的九大方向需要加以注意 要執行這樣子的目標 那就要靠很多國際的組織 來結合全世界的各個國家 還有各種的利益單位一起來努力 那最廣的一個組織呢 就是在聯合國的架構之下 所謂的糧農組織 我們簡稱為FAO 那在糧農組織裡頭你可以看到 他定期的都會關注不斷的監測人類 各地區 地球上各地區的糧食的問題 有沒有糧食的危機 有沒有糧食的保障欠缺的問題 這裡可以看到在中南美地區 中非的地區 Central Africa這些區域呢 實際上一直都有糧食短缺的問題 那在FAO的組織架構裡面 他其實有一個糧食保障的委員會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那整個看的是非常宏觀的資料 那什麼叫做糧食保障呢 也是由FAO來提出這樣子的定義 糧食保障簡單地講就是 全世界所有的人任何時候都能夠確實地獲取所需要的食物 那這些影響是不是能夠達到這個有這樣子的能力 或者是有這樣子的環境呢 其實基本上涵蓋了取得食物的四個部分 第一個一定要有充足的糧食 這個叫做Food Availability 他必須要產量充足 而且品質是足夠的 是符合營養的 那有產 有生產 大部分的專家都會告訴我們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地球上生產的糧食是夠全人類的 可是為什麼會有饑荒或者是營養不良呢 基本上是因為它的分配不均 那影響分配的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經濟能力 糧食的價格多高 民眾到底能不能有這樣子的購買的經濟能力 否則生產的糧食不見得能夠到個人 或者是家戶的手中 那所以食物能不能真正的被家庭所利用 能夠獲取 那是不是能夠長期的維持穩定的狀態 穩定的供應 那這是所謂的糧食有保障 相對的 如果這些事情 這些條件沒有達成 那就是糧食沒有保障 那這時候就會有一些人 那麼拿不到 不能夠穩定的拿到食物 那可能小孩子沒有食物 或者是經濟弱勢 或者是某些交通區域弱勢等等的族群 人口沒有辦法得到充足的食物 好 那對一個家庭來講 要保障有充足的糧食 基本上是指這個家庭 起碼要能夠獲得營養而且安全的食物 你可以看到在糧食保障裡面 其實非常強調有安全的食物 也就是說這個食物是沒有被污染 不會產生這個疾病的 沒有微生物污染的 沒有重金屬污染 化學污染的 這樣子的安全的食物 那另外呢 基本上每一個家戶要有充足的能力 能夠取得他所需要的 所以他必須要有相當的經濟能力 好 在考慮糧食保障的事情 供需兩方 一個部分就是要看我們人口的變遷 那從二次大戰之後 人口是一直在持續增加的 目前我們大概是有差不多80億人口 在2000年的時候 2000年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們估計到了2050年 基本上地球上會有90億人口之多 好 這些人口的增加 基本上在開發中的國家人口增長最多 一般來說已經開發的國家 人口會比較穩定 但是過去還沒有開發的國家 在求成長跟進步的過程 人口的增加數也會很多 那第二個我們提到的是糧食的價格 讓我們來看一看過去這5年內 糧食的價格有什麼樣的波動 那也是一樣FAO他都會定期的 每一年都會提出一個年度報告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些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2009年從1月開始 那麼他的糧食的價格 如果我們拿2004年的當作100來做對照的話 實際上2009年的時候到了12月 他已經是2004年的1.6倍 將近1.8倍了 已經增高這麼多了 好 你可以看到2009年的年底 糧食價格到這樣程度 2010年的時候基本上就從這裡開始 然後再繼續的增加 這時候糧食已經是2004年的兩倍以上了 然後再來2011年會從哪裡開始呢 你看2011年從這裡開始 他略有下降 2012年從這裡開始 中間有點下降 可是基本上再也不會降到過去的水準 我們的2013年基本上是在這樣子的狀況 那麼2014年開始必定是從這樣子的基準 然後他的變化趨勢 我們基本上可以有一點點的感覺 那在各種的主食 或者是大宗的物料上面的供應呢 各位可以稍稍看一下 他也是以2004年的當作100來看 你可以看到肉類基本上已經是2004年的 1.8倍左右了 超過1.7倍了 但是他的變化不是很大 在2013年的這個年份裡面變化沒有很大 那這是植物性的油脂 為了保健 植物性的油脂供應量非常的大 那這裡呢 谷類有稍稍的 在2013年有稍稍降低的這種趨勢 變化最大 而且價格持續升高的是乳品類 那另外呢 糖類的物料 基本上他的價格一直都是比以前要來得高 所以這是物價的大宗物資的狀況 讓我們了解購買能力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一個變化趨勢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說明一下FAO所提供的過去 針對過去一年2013年 所整理出來的世界糧食保障的狀況 然後每一年都會有一本報告 可以在網頁上取得 所以在這裡呢整理出來的資料 第一個是說明到底世界上有多少營養不良的人口 好 那從這個資料裡面我們可以看 在人口數上面呢 到了2013年這個時段 大概全世界有8億人口是屬於營養不良的 我們60多億人口裡面有8億是營養不良的 那事實上這個營養不良的人口呢 過去將近10億 9億多 本來在營養行動宣言 或者是世界糧食高峰會議裡面 一直期望沿著這個虛線 能夠在2015年的時候 把營養不良的人口減半 但是呢實際上做到的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紅線就說明了到目前為止 幾乎是人口裡面14%是在營養不良的問題 當然已經比過去要好很多 過去是高達20%以上 那在這麼8億人口的分佈裡面 主要分佈在哪些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東南亞地區 南亞地區其實是營養不良人口最多的地方 其次是在另外一個地區呢 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 那在這個第三的部分呢 是東亞地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概亞洲非洲的營養不良的人口 基本上是佔世界的大多數 好 經濟的狀況會很嚴重的影響 我們在消除饑荒的和營養不良的進步上面 受到影響 那我用過去的資料讓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在經濟不景氣的2007、2008年 2009年的時代 你可以看到那一段時間 一下子幾年內營養不良的人口 就會大幅的上升 從本來只有8億 曾經高到10億之多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對民眾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那我舉出來兩個重要的資料 2009年FAO的報告 整理的數據告訴我們 當經濟狀況不良的時候 女性的勞動人口一定會增加 許多本來居家的女性 照顧家務的女性 現在必須要去為了家庭的經濟 家庭的飲食而工作 那在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到 女性會參與工作呢 跟她的教育程度有很密切的關係 有些地區是教育程度高的會出來工作 那有些地區則是教育程度低的 會需要出來工作 各位可以想像 當女性過去都是在家庭裡面 現在必須要出來工作的時候 他們所遭遇到的一些困境 那家庭的照護當然也受到影響 所以在2009年的報告裡面 也看到一份資料 就是一旦有貧困的問題 那麼嬰兒的死亡率裡面 女嬰的死亡率會大幅地增加 所以糧食的保障受經濟的影響非常的大 受貧窮的影響非常的大 而在這種情況之下並不是人人都平等的 那以下就大概說明一下 糧食保障會產生不足的原因 第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貧窮 沒有工作 沒有資源 那第二是健康不良 尤其是在非洲地區 有許多的所謂的艾滋病的家庭 因為艾滋病會垂直感染 很多小孩是一出生就已經是艾滋病的患者 那父母更不用說了 所以這樣子的家庭會完全喪失他的 因為健康的問題喪失他的工作能力 那就會落入惡性循環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供水還有環境的問題 要糧食有大幅的生產需要有灌溉 需要有農業灌溉的措施 可是到目前為止呢 只有17%的農地是有灌溉措施的 簡單的說許多的農地是靠天吃飯的 那灌溉確實對生產的影響非常的大 種植不同的作物 他所需要的用水量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氣候變遷 我們知道氣候暖化 極端 有些地區的乾旱 都使我們平常習慣 長期以來種植的作物都會受到改變 那在研究上面就需要去發展 能夠所謂的對抗逆境的農作物 那也有很多社會的因素 比方說性別不平等 我們會看到女性常常是 家庭裡面很重要的勞動者 尤其是貧困的地區 我曾經在Discovery看到一個非洲的家庭 他需要取得水 那需要女性花半天的時間到遠方的河流去取水 然後再走半天回到家裡 拿到的水呢 第一個給誰用 給先生用 給家裡煮飯用 這樣一天就過去了 所以女性是生產勞動者 家庭照護者 但是她們往往不是決策者 她們受的教育不夠高 所以沒有辦法在整個食物、糧食、教育、經濟等等的政策上面 有她的發言的地位 那另外災難、天災或者是戰爭的衝突 都會影響我們的糧食的供應 那還有一個是我們都參與其中的 就是人口的增長以及都市化的發展 看看我們在整個居住的環境裡面 有多少過去的農田 現在都變成了高樓、大廈了 一旦變成了都市 就沒有辦法再回復過去的生產的狀況 所以台北市的發展非常的明顯 我們的東區過去很多地方都是 我讀書時代是農田的 那所以農地是不斷的在減少 那也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需要糧食 真的就要好好的愛護我們的農地 那最後還有就是經濟貿易引發的市場的波動 和貿易的障礙 許多的國家會用補貼的方式 那麼來影響它的農業 那國際之間生產或者是糧食的購買物價 都有很多的競爭 那這些都是造成糧食供應會有不足 或者是分配會有不足而影響糧食保障 那所以要解決糧食的這樣子的問題 專家提出了幾個趨勢 幾個可能的做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增加農業生產的效率 那是不是就可以大幅的減輕這種負擔 那過去我們有這樣子的經驗 大家都聽過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綠色革命 事實上是因為綠色革命 才讓我們在20世紀有這樣子的榮景 就是人口的增加非常的快速 那這中間就包括肥料品種等等的 這些科技的進步 那是不是我們還可以再利用科技 利用農業生技等等機械的技術 來繼續的強化我們的農業生產效率 那也是這一點跟所謂的基因改造作物 連上了關係 那有了生產之後 我們一再知道經濟跟貿易自由 怎麼樣子的能夠強化更好的分配 那分配確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然後在社會學上面 性別的平等非常的重要 要讓女性在糧食的生產 糧食的問題 還有整個社會的決策上面 能夠有一席之地 能夠有所貢獻 而不是只是沒有教育水準的勞動者而已 那另外當然就是應急的時候 需要有食物救濟 不過食物救濟必須要有一個理念 就是它必須是配合工作機會 改善健康還有教育的策略一起實施的 應急危機之外 必須要有一個永續經營的考量 以免產生了依賴性 那這是在整個 尤其是在社會裡頭 每個國家解決他們自己內部的這種經濟不平等的問題 或者是食物分配的問題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要糾濟呢 一個很常常會發生的一個爭議 但是原則上就是我們在避免依賴性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樣子的有配套措施 短期的應急背後都需要有一個解決長期問題的目標和策略 那了解了世界的趨勢之後我們來看一看臺灣的糧食的狀況 那第一個臺灣的人口變遷 臺灣的人口大概現在大概維持相當穩定 我們差不多就是在2300萬人之多 你看97年以後增長並不多 那增長不多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讓我們的人口結構改變非常的大 我們的出生率其實是大幅的降低的 現在大概出生率非常的低 一年大概不到20萬個新生兒 這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我們的那個 所以出生率大幅的降低 那我們的死亡率也大幅的降低 所以人口可以維持平衡 但是人口的結構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事實上已經進入所謂的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的老年人口已經超過全人口的7% 現在的話應該是已經到達10% 那估計2016年左右吧 會超過14% 那就是一個目前定義的高齡社會了 好 那人口雖然維持恆定 我們的糧食狀況 供應狀況怎麼樣呢 大部分來說我們比較少碰到生活裡面 比較少 很少人 我不敢說在台大完全沒有 但是可能很少人有經歷 好像三餐不濟的這種狀況 但是我們的糧食 這是因為我們的糧食供應非常充足嗎 那我想給各位稍稍看一下 我們的所謂糧食自給率跟進口的比例 那每一年我們的農委會都會提供一份糧食供需年報 那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 所以大家可以稍稍看一下 糧食的供應以2012年來講 我們的自給率 以我們的熱量的供應來講 也就是說一個人一天所需要的熱量 或者是我們全民所需要的熱量裡面 只有32% 不到33%的熱量供應是自己的 換句話說70%都需要從國外進口 那換個角度來講 如果今天我們從國外進口的物資短缺的話 那我們的熱量維持只能降為1 3分之1 那各類的食物裡面可以看到 事實上自給率分配非常的不平均 我們的骨類基本上只有27%的自給 我們的油類基本上3% 那如果今天我們進口的是油脂的原料 也就是比方說進口大豆來炸油 那這樣子的炸油的原料的話 基本上96%都是進口的 我們簡單的說 我們吃的油絕大部分是進口而來的 但是我們的蔬菜水果還有肉類 水產跟蛋類 基本上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所以我們的自給率裡面呢 供應充足的食物是我們的肉品 還有我們的蔬菜水果 但是主食類呢其實是非常的低 那乳品類呢 基本上我們也是大幅的依賴進口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天喝的一杯牛奶 只有1 3分之1可以算是本土的 好 這是糧食自給率 那其他國家到底怎麼樣經營 他們的糧食保障呢 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國家 基本上都會盡量的維持高自給率 尤其是越先進的國家 美國一向是超過百分之百 法國也是 那像歐洲國家 義大利 英國 他們基本上都是超過百分之60%的 中國大陸基本上他們是超過百分之90%的自給率 因為糧食一定是在地生產 在地使用最為有利 那最有效率 那像日本也是一個資源欠缺的國家 他們基本上設定的國家目標是 至少要有百分之40% 好 那我們國家到底是順其自然 還是有我們自己的目標呢 最近我看到我們的總統宣布 終於宣布了 我們也希望像日本一樣能夠維持百分之40% 所以他訂了一個進步提升的一個時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是希望在108年吧 基本上希望能夠接近百分之40% 好 所以整體來講 不管我們平日的飲食怎麼選擇 最基本的條件是糧食的供應要有保障 國家有保障 社會有保障 然後家庭有保障 個人有保障的層級 那世界上確實是有8億人口在饑荒當中 我沒有資料來顯示說 在台灣到底有多少人是可能三餐不記得 到底有多少青年人成長中的兒童 是落在這種營養不良的情況 目前為止我是沒有蒐集到充足的資料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國際上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在消除饑荒上面 做出一些貢獻 那集結大家的力量 這麼龐大的 嚴重重大的挑戰 事實上是需要世界各國一起來努力的 所以有許多的國際組織 那麼集結不同的力量 然後有不同的工作的目標 那其中一個是在FAO之下組織起來的 稱為所謂的世界糧食高峰會議 World Food Summit 那這個會議就是在這個會議裡面 決定希望2015年的時候 能夠把營養不良的人口降低一半 2015年再兩年 再一年 我們還有兩年的時間來完成 那這個目標是不是持續的進展如何 有一個追蹤的網頁可以查詢 可以關切 那另外呢 事實上要消除饑荒 不只是有群體的力量 個人也一樣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聯合國的網頁裡面 有一個Zero Hunger Challenge的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他舉出來說 希望讓每一個全年裡面 那麼人們都有充足的 能夠獲取充足的食物 那要怎麼做呢 小孩子兩歲以下的 不要再有成長不足的這種狀況 那所以這些他的五個這種標記 分別就是希望小孩子的成長 五歲以下能夠充分的成長 然後食物能夠充分的供應 那食物的供應是一個永續的系統 另外呢 可以增加加戶的收入跟生產 所以在非洲地區的話 他們非常鼓勵每個家庭自己 有自己的菜園 然後自己自足 那發展就是在非洲地區可以種植的蔬菜 那亞洲蔬菜研究中心 基本上就在台灣 在南部 那最後呢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什麼 不浪費食物 Zero waste 所以這是Zero hunger 可以做到的幾種策略 好 那另外在聯合國也有所謂的世界糧食的這種計畫 那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可以就是讓個人參與各項活動 或者是捐贈的一個計畫 那除了個人或者是公益團體之外呢 另外還有一個是政府單位所連結起來的 稱為Alliance Against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那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網頁 好 那這是一個由德國總理 他在2011年的時候呢 就是呼籲聯合國的許多的國家 政府能夠一起來參與 那現在的做法呢 不只是國際上有政府的參與 還有所謂的國內的團體的參與 那這個聯合的團體呢 事實上他有許多層級的工作夥伴 那目的就是要工作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減少飢荒 然後減少貧窮 所以他分成兩種類型的組織 就是一種是國家內的抵抗飢餓的這種連結 所以在每一個國家之內 都可以連結各種的機構、團體 然後一起來追尋這樣子的目標 那另外呢 有些國家有非常成功或者是非常好的策略 那甚至有餘力可以去協助別人的時候 那麼這些不同的國家性的連結呢 他可以形成所謂區域性的連結 那目前進展的情況是這樣 在這個世界地圖上面 橘色的區域是表示他已經在國內 已經有這種抵抗飢荒的這種網絡架構、網絡組織 那另外呢 紅色的部分呢 是指國家內正在形成這樣子的組織架構 好 所以了解了糧食保障它的廣度 還有它對它的影響的層級 那我們必須要說事實上解除人類的饑荒 不只是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有責任 你可以說是人人有責 因為我們的一點的節省或者是浪費 我們對環境的一點貢獻 或者是一點的損傷 事實上再再都影響了我們的糧食供應系統 那更不用說我們所參與的政策裡面 許許多多的決策 事實上最終你都可以追溯到 它對我們的生產環境的影響 各位最近看到看見台灣 然後看到我們的工業發展 我們的食品飲食環境 一定有很深的感觸 所以我會提出來在認識世界 還有國家的糧食保障的議題之後呢 我希望我們能夠有兩個層次的認識跟行動 那為個人的層次來講 我們都追求健康的飲食 所以追求的策略呢 第一個一定要有知識 整個生存系統是個複雜的 從飲食開始需要認識飲食營養的知識 還有認識我們身體機能的精妙 那積極的學習做出正確的食物跟營養的選擇 你可以看到要不浪費食物 基本上又要維持健康 你必須要下手非常的精準 那很確實可行的就是不浪費食物 有人告訴我說那個 飽肥的這種吃到飽的飲食行為 可能應該要大幅的降低 或者是根本就應該要取消 那另外我們購買食物的時候不囤積 許多的大賣場觀察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家庭的食物的囤積 那另外準備食物不要過量 那這些都是個人可以做的 從認知開始到行動 那另外就是除了個人之外 必須要能夠推擠及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揮個人和公共的力量 那特別是針對我們身邊 我們社會裡面的弱勢族群來做改善 因為要了解健康的飲食是基本人權 那這個飲食環境是要共同來營造的 所以每一個人同守無期 不管他的知識水準怎麼樣 那麼年輕還是年老 都應該可以做出健康的選擇而獲得支持 那在家庭裡面 在生命期裡面 父母師長必須要以身作則 飲食營養教育 飲食習慣一定是在家庭裡面培養起來的 當我們從自己開始做起 從我們的家庭做起 從我們的社會開始營造 我們相信台灣會有力量 來對世界人類的福祉做出貢獻 那在消除飢荒上面 能夠有一些就是更積極的作為 那有關糧食保障的部分 我就介紹到這裡 基改作物我們簡稱為GMO 那GMO是什麼 GMO基本上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那他可能有各種的民間的說法 不過FALWHO他就提出了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因為要有明確的定義 我們才能夠很清楚的分類跟管理 所以什麼是GMO呢 任何的生物他的基因遺傳物質 是由基因技術改變而產生改變的 也就是說他不是用自然的方式來繁殖 或者是用自然重組的方式來育種 那是靠人工在實驗室裡面 用技術來做人工的改變的 那這樣子的生物 不管是動物 植物 昆蟲 或者是微生物 就是所有的生物 都稱為基因改造的生物 那我今天要介紹比較是基因改造的基改作物 就是比較談植物的這個部分 那在談生物 農業生物技術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一個國際型的網頁可以做參考 那簡寫為ISAAA 他實際上是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Equidism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 就是專門說明到底農業生技 在農業作物的生產上面 產生了什麼樣子的 有些什麼樣的統計數據 那他也是一樣 每一年都會出版一份報告 那我就把這份報告今年的 過去一年的這個資料呈現給大家看一下 那現在全世界上面有一千七百萬農夫 那麼種植所謂的基改作物 那種植基改作物的國家 實際上全世界有28個國家之多 那總共的這個種植的面積呢 應該是有1億7千萬公頃的土地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所有深綠色的部位 區域都是有基改作物的地區 那從這樣子的地圖你可能會看到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像過 基改作物生產的地區、種植的地區 其實原則上來講都是第一個高科技的國家 第二個就是農業大量生產的國家 那這是過去將近20年來 那麼整個世界種植基改作物的國家 他們的變化的情況 那全部的面積是這個曲線 那綠色的曲線實際上代表的是 已開發的工業國家 然後紅色的曲線代表的是發展中的國家 你可以看到在基改作物種植的早期 基本上一直到2010年、2009年 都是先進工業國家它的種植面積比較大 然後去年開始才是開發中的國家 開始種植面積超過工業國家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事實上整個基改作物的發展 它的經營需要有高科技的資源 才能夠執行 好 哪些作物是主要的基改作物呢 其實最多的是黃豆、玉米、棉花、玉米 然後就是芥花、芥菜 芥菜這樣子的作物 那我們知道黃豆跟芥菜 這兩個作物基本上是用來提煉油脂 那棉花是一個經濟作物 那玉米的話事實上是一個糧食主食 跟一個也是一個經濟作物 我們有許多的食物的產品都是從玉米而來 簡單地說今天各位手上的飲料裡面 如果有高果糖、糖漿 它的原料就是玉米 好 那到底種植的這些基改作物 它用什麼特性呢 事實上它的特性都是比較是跟農業技術有關 比方說這些基改的作物 首先改善的基因是抗藥性 抗這個殺蟲劑或者是抗除草劑的這種特性 那希望讓我們對人類有用的作物 它對藥物、對農藥或者是對殺蟲劑 它的抗性比較高 那比周邊的雜草或者是危害的昆蟲、害蟲來得高 那用這種方式 科學家用這樣子的理念來降低農藥的使用 不管是殺草劑的使用 或者是殺蟲劑的使用 所以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就是抗殺草劑的這種特性 有這種特性的基改作物是最多的 不管是大豆也好 玉米也好 都是希望讓農業的生產增加 那讓農地裡面雜草可以減少 所以它的農場的經營效率可以提升 那其次就是抗害蟲 害蟲也要吃糧食 那跟人類一起做競爭 所以如果我們的作物 經濟作物可以抗蟲害的話 那麼殺蟲劑可以少用一點 那另外這個農作物可以生產多一點 那有了這種個別的特性之後 傳統的育種就會搭配我們的生物技術 所以開始做不同特性的交配 所以你現在開始會看到 有所謂的抗殺蟲劑加上抗殺草劑的 這樣子的雙重特性的基改作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抗藥性、抗蟲性都是用基因改造的方式 來增加作物的特質 然後接下來傳統的育種方法並沒有消失 他可以把這兩種特性的新品種 讓他做自然的育種交配 然後來產生新的多重功能的品種 所以在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 也是一樣從2008年開始這種雙重技術的組合出來 多重功能的這種作物就數量就增加了 好 那我們講很多基改的作物 也看到很多基改作物的意見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基改跟沒有基改 對農場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中國大陸其實做很多抗蟲害的稻米 中國其實是一個做基改農作物非常興盛的國家 他們的棉花一定是基改的 因為這樣才能夠抗蟲害 那我們看他們的糧食 稻米要養活10億人口 這是主食 所以怎麼樣子的能夠避免害蟲 那這裡就是在農田裡面比對 如果是轉基因讓它有抗蟲害的能力的話 那麼在同樣的一片農地上面 基本上就可以讓作物生長得比較健康 好 那除了四大作物以外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它不同的 發展不同的基改作物 比方說歐美國家他們會做抗病毒的番茄 植物跟人跟動物都一樣 它也是一樣有病蟲害 有病毒的害 那在這邊就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能夠好像人類打疫苗一樣 讓這個番茄植株可以有抗病毒的功能 那麼基本上這個植株就可以長得健康 而不像我們說天然種的這種沒有抵抗力的植株 它基本上就很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 那你可能有聽過 其實每一種植物都有它非常 就是受害非常大的這種病毒 好 那有一個非常爭議性的作物 就是所謂的黃金米 稻米是世界很多人類人口的主食 但是稻米它的營養價值裡面 確實是有一些就是弱點 比方說大部分的我們的稻米沒有太多的鐵質 但是有很多的植栓 所以吃米的民族就比較容易缺鐵 那在許多用米為主食的區域 事實上都不見得是經濟非常的富裕 所以米就是他們的主食 那這時候會產生許多營養不良的問題 包括缺鐵或者是缺維生素A 這是世界四大的營養缺乏問題裡面 很嚴重的兩個 一個跟礦物質有關 另外一個是跟維生素有關 好 所以農業生技專家就希望說 那我們不可能給他吃補充劑 因為他們買不起 也不是他們的飲食習慣 最好的做法就是當地可以有營養價值更高的 主食類的作物 那這樣的主食類作物要怎麼樣子的獲得呢 我們當然可以去育種 但是生物技術的使用呢 基本上就是把外來的基因加到稻米的基因裡頭去 讓他可以自己合成胡蘿蔔素 然後讓他的鐵量可以增加 不管是胡蘿蔔素的量增加或者是鐵量增加 基本上都會讓稻米開始產生顏色 鐵的顏色有一點可色 胡蘿蔔素當然就是橘色了 那基本上這樣子的稻米呢 在日本 在瑞士都發展成功 可是我們也知道大家因為對他有疑慮 所以一直都沒有開放栽種 好 所以GMO的食品其實已經透過這些作物生產 然後在我們的身邊 在市場上 那消費者可以怎麼樣子的應用呢 基本上消費者的權利就是選擇 我們可以有產業界 農業界 提供我們很多種各式各樣的食物 有各種不同的性質 那需要的就是讓我們按照我們的希望 我們的期待 我們的需求 還有我們的信念去做選擇 早期GMO的食物在美國是不用標示的 所以他們也積極的就是宣導說 既然已經 雖然是改造 但是其實除了增加他的抗藥性 營養價值等等等等之外 其實並盡量的不去影響這個作物 他原來的特性 所以事實上是食質等同原來常吃的食物 那可是大家還是覺得消費者應該有選擇的權利 應該有吃的權利 不必要糊裡糊塗的吃 所以既然我們的各種加工食品都有標示 GMO食品也需要加以標示 以透明的資訊讓消費者有選擇的權利 那所以我們國家基本上就有 標示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標加了什麼 好像食品添加物一樣 可是另外一種方式是什麼 標沒有什麼 那基改作物很有很特別的就是 在台灣使用最多的這個大豆 進口最多的大豆 那有很多基改的大豆 也可以進口非基改的大豆 所以很多大豆的製品都會標出來說 它是非基因改造 非基因改造 所以這樣子的資料 你都可以在大豆製品裡面看到 那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當然也就有很多的大豆製品 會很清楚的說使用基因改造黃豆 或使用的是基因改造黃豆製造出來的黃豆蛋白 好 那台灣對GMO作物的這種管理 採取的是查驗登記的制度 我們在民國90年就已經設定這樣子的制度 所以要進口到台灣的大豆 玉米 都必須要把資料送進來 什麼樣的品種 哪一家公司 然後把所有的資料送到食品衛生處 或者是衛生署 他有一個專門的GMO的委員會來做審查 那我自己也曾經是那個委員會裡面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學習 一方面當然也是了解 常常我們會收到一整箱的資料 這個作物它的基因改造是所有的基本的資料 是什麼樣的技術 放進去什麼樣子的基因 然後對栽種的成果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成分上的影響 他必須要供應全套的營養素的資料 然後讓我們來做審查 所以簡單的說在台灣所市面上 所能夠使用的這個基因改造的黃豆也好 或玉米也好 都是經過委員會這樣一案一案的去審查 然後通過進來的 那政府也會做適當的合理的檢測 那GMO審查的原則呢 基本上貿易是跨國的 所以世界各國必須要有一些共識 憑什麼原則來做一個合理的審查 我們可以很主觀地說 我絕對不要吃GMO的食品 但是國家不能夠說 我們國家絕對禁止GMO的作物 或者是食材進口 那這樣子就破壞了貿易自由的原則 所以大家必須要有一個共通的原則 或者是基本的共識 那原則上來講就是以Sound Science為基礎 以良好的科學為基礎 來做GMO食品安全的評估 只要他不會引發毒性、過敏、一些 對健康有危害的問題 那麼政府就可以開放他進口到國內來使用 好 最後我要用一個例子來給各位說明 經營改造的作物 他對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可以有什麼樣 或一個產業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這是發生在夏威夷的一個很產業的故事 夏威夷產木瓜跟台灣一樣 可是到1992年的時候 他們的木瓜樹全部被一個木瓜的 危害木瓜的病毒所侵害 所以他們的木瓜產業幾乎就是全島 其實台灣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狀況 那一旦有了病毒的感染 基本上很快就在農田裡面 農場裡面擴散 所以基本上木瓜產業 大概就是要整個都被消滅了 那這時候植物病毒學家 他們就在實驗室裡面開始就是 像人類的疫苗一樣要做抗病毒的植株 那透過對病毒的蛋白質等等的影響 然後等於是做出一個抗體的方式 那讓他就是植入到木瓜的植株裡頭 並且可以在實驗室種出來 所以在實驗室裡面你可以看到95年 這個植株發展成功 然後就必須到田間去做栽種 在實驗農場裡面去確認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從空造圖裡面很清楚的看到 有基改的木瓜跟沒有基改的木瓜 它的成長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最後這個植株獲得成功 所以他們有一個叫做Rainbow的品種 這就是基改的木瓜品種 那透過這樣子的技術 就挽救了夏威夷的木瓜產業 應該是現在如果你到夏威夷去的話 還可以吃到這樣子的木瓜 好 所以這裡說明了生物技術 在這些基改的作物上面 如果妥善的運用 他確實是可以在農業生產上面 還有在消除病蟲害 這個維護產業上面做出貢獻 那所以GMO到底有什麼樣子的爭議呢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從三個項目來看 一個是從食品安全跟風險的這個角度來看 到底GMO的食品會不會產生 對食用者或食用的動物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子的不良的效果呢 那這個各位可以稍稍想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本來沒有的基因 現在出現在就是許多基改的作物植株裡頭 然後在農場裡面就是像天然的植株一樣的 植株一樣的生長 那這時候基因會不會有水平轉移的這種狀況 這樣子的基因就轉到不同的生物身上 那基因水平轉移呢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 我們之前介紹過人體裡面有腸道菌 菌相各不相同 日本人的腸道菌裡面可以找到一種細菌 它細菌裡面具有那種可以 就是來自海藻的酵素有那樣子的基因 存在細菌裡面 所以讓日本人他們的飲食裡面 可以利用他們環境裡面很獨特的食物 那這就是一個基因水平轉移 別的細菌都不會有 只有在日本人的腸道菌裡面 會發現有這種很獨特的基因 所以在自然界裡面 事實上長期就是相處的生物 非常有可能就是基因會這樣子的 做水平的轉移 然後帶出新的效果出來 那我們不知道在GMO的種植上面 究竟會對周圍的周邊的生物 長期下來基因的水平轉移 會帶來什麼樣子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爭議或者是影響很大的 就是商業貿易 GMO就像蘋果電腦一樣 他基本上是透過高科技發展出來的 有他的品牌 有他的專利 那廠商要維護自己的利益 他希望他的產品是有獨佔性的 是有高利潤的 那這時候所帶來的商業行為 是不是會造成經濟上面的一些 益處或者是壞處呢 那這又就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在這三項的考量裡面 我們從食品營養的觀點來看的話呢 基本上我會說影響最小的 風險最小的是食品安全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GMO的食物 在我的觀點裡面不會有造成毒性 他就像橄欖油一樣 事實上不會造成毒害 不會引發人類健康有什麼嚴重的問題 那在GMO的審查裡面 他們一定會去 委員一定會去努力的去 或者說他們必須要在資料庫裡面去確認 是不是會有引發過敏的蛋白質 過敏源是基改作物裡面的一個 大概最被關切 也是最難控制 最難預料的問題 因為過敏本來就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才叫過敏 只有少數人可能會對某種蛋白質 或者某種蛋白質的片段有過敏 所以那個部分是最難控制的 但是過敏的問題 本來就普遍存在我們的飲食環境裡面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關注 所以當我們在選擇GMO食品的時候 知道他是GMO 那知道他有過敏的問題 以及個人有什麼樣子的過敏的 注意過敏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排除不適合我們的飲食 所以在這三項裡面 食品安全的這個風險 我覺得是最低的 那風險基本上是比較性相對性的 所以我會說 如果我比照在台灣社會裡面 可能有標識不實的食品 可能有黑心食品 你不知道他會放什麼樣的化學物質進去的話 我會說GMO 第一個他不可能是地下工廠 或者是地下公司來做出來的產品 事實上他反而是有品牌 有科技背書的這樣子的公司的出產 他必須要長期做他的產品的品管 沒有辦法模擬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冤有頭再有煮 就算有產生問題的時候 也比一般的食品系統要更容易追蹤 所以就風險上面來講 我會覺得他的影響是最小的 最不需要顧慮的 但是同學可以對這些議題做一些思考 好 有關GMO的介紹 我就說明到這裡 我會覺得他會出現 他說明 他的論壇 他會說他一直在 έ 他說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